哈喽大家好,我是瞎折腾的朱教授 这是我的草莓塔 这里有一个走径 这个草莓的走径 我把它放到这里水培 现在这个水培的根 我估计已经长得很不错了 所以今天我打算把它这个旗带给剪掉 把它彻底独立出来 作为一个水培的草莓 今天就是你独立成人的一天了 不需要再要这根旗带了 这个长的走径也给它剪掉吧 留着它有点浪费营养了 我们来把这个水培的杯子打开 看看里边是什么情况吧 看看里边有没有长水枣 我弄了这么厚的报纸 就是为了防止阳光漏进去 里边长水枣 我们来看看这里边究竟是什么情况 哇,没有水枣 很成功,看到没有 这是它的根 长得蛮好的 这个水培草莓的根 白白净净的 跟之前我弄的那些土里边挖出来的草莓的根 都是黑不溜秋的 看着一点都不好看 还是水培的根长得漂亮 这个我怎么办呢 我把它是放在室外还是室内呢 室内肯定我有生长灯的地方 它会长得非常棒 但是就是没有蜜蜂给它传粉的 在室内没有虫子的 在室外的话 它能生长得好吗 嗯,先放室外吧 毕竟它是在室外生长了 我先把它放在室外试试看 加油,加油,加油 好,我又把它放回来了 看着挺丑的,但是管用 报纸很丑,但是很管用 把它放在它妈妈旁边 放到这里 看看它能长成什么样子 看,这是我尝试着水培的草莓 我试过各种方法 用陶粒和吸水的方式来给它做水培 不行 直接把它泡到水里也是不行 看,它的根就是这种黑黑的 它在土里拿出来之后都是这种黑黑的根 这种黑黑的根可能它没有办法适应水培的环境